好 歡迎來到桌遊拌飯 那今天呢是久違的開箱 哇 史上最高級的開箱 為什麼 因為我們沒有在這個空間 這個我們新攝影機開過箱吧 真的假的 這是第一次喔 而且我們今天還把 炫炮的一個攝影機架好了 到底要幾個工程師 才可以架好一個 曬衣乾 這真的要用到打拳 好的 沒有啊 羅馬共和 不是不是 羅馬共和 羅馬霸業 Foundation of Rome 羅馬共和 是我不在 對 這是我第一次參與在這個地方的開箱 喔 OK 為什麼會有這個開箱 因為新聞錄不出來 所以我們決定改成開箱 我今天已經划到什麼6月初之類的 對 要看一下 啊 這是一些 好像講出來也沒有什麼聯誼的新聞這樣 你這個還好 我划到5月 為什麼 因為我還在看那個已經倒掉的那個 喔 Dicebreaker Dicebreaker那個網站 對 這個網站倒了 我才在看這個舊新聞 所以一定是因為 Dicebreaker倒了 所以我們新聞錄不出來 沒錯 不是 請IGN出來負責 好啦 那 我們應該下禮拜會出新聞吧 今天 先出開箱 沒錯 好 那我們今天要開什麼東西呢 我們今天要開的遊戲就是 被譽為 被那個 Sharlotte and Seeddown譽為 Arx is the best board game I have ever played 啊 這個就是我的 今年最佳遊戲這樣子 嗯 對 那 這遊戲呢 叫做 Arx 好 它是 Coleweller的星座 Coleweller就是 呃 大家最有名的遊戲應該是 Loot 就是我們之前在正片的時候有講過的 Loot的那位Coleweller 好 那 它同時也設計了 欸 靠 好像真的耶 它設計的遊戲你都不喜歡耶 不是 它那個點 它遊戲沒有問題 嗯 是我撐不起來 我會一直玩錯 所以是你的錯 是我的錯 好 是你的錯 沒有 它知道第二款是什麼嗎 John Company 東 印度 公司 還沒有上線 John Company 還沒有上線 這個 先不雷 John Company 讚 沒有 我覺得大家看到反應已經知道 你 John Company的心得是什麼 哈哈哈哈 然後還有帕米爾和平 PES帕米爾 對 然後還有 OF 然後最後呢 是去年的時候出了這個AUX 好 AUX呢 它想要做的是一個 桌上的太空歌劇 對 這個太空主題的一個戰鬥遊戲這樣子 對 那 我當初其實沒有想買的 因為 我覺得這個遊戲的價格已經有點超過 如果大家有看那個 我以為 我以為這個遊戲就只有 冠婷現在手上拿的這個 然後我剛剛才知道原來不是這樣子 對 它整套買起來大概花了我6000塊 哇 其實好像還好 對 但是已經是我最近就是最高花費這樣 那為什麼我會買呢 就是因為有一個桌遊媒體叫做 SUSD Shut up and sit down 沒錯 他們就發了一篇就是那個review 然後就說 ARX is the best board game I have ever played 文情並茂的影片 This is my best game in 2024這樣 因為其實他們都演得超好 對 哇 催破天耶 然後我看完那個影片之後 我就覺得 嗯 好像真的蠻好玩的 而且因為他的美術 就是這個Kyle Fehring 沒記錯話應該也是路德的美術 反正我很喜歡那個美術風格 對 所以我一看到我就覺得 嗯 如果有機會的話我一定要買 好 我講完這句話之後 我就上Facebook 第一篇 桌遊跳蚤市場 就有人在賣全套 蛤 他是 新的賣 對 他新的賣 我覺得他 他好像是被人訂到兩套還是怎樣 哦 對 反正就賣出來了 然後我就 緣分啦 好吧 這就是一個Sign 好 沒錯 好 那我們就來開箱吧 大家介紹一下 這個東西呢 是 他的Best Game 就是主遊戲 那他除了主遊戲之外呢 還有一些小東西 Best Game 這是什麼 這個就是小盒的卡片擴充 好 然後再加上 KS遊戲一定要有的 模型包 沒想到我居然會 栽在模型包的手上 哇 對 但是其實我 有點後悔 他什麼 什麼意思 跟大家說為什麼有點後悔 好 那但是最後 最重要的 這個還沒開 他怎麼比主遊戲還大 這個 我一開始以為這個東西是主遊戲 對 這麼大盒的東西 居然是 expansion 這個是 這個是 這個是主遊戲 這個是 擴充 請大家幫我在上面 批一個 酷酷柴犬 而且如果你剛剛沒有講 強壯柴犬 而且你剛剛沒有講 我會以為 這個是模型 如果這個是模型 對 那這個東西到底是什麼 簡單說呢 這個主遊戲 就是這個 ARX 這個主遊戲呢 他其實就跟剛剛我講的一樣 他是一個 太空歌劇主題的戰鬥遊戲 那再加上一些跟吃蹲有關的機制 那光是看到這個敘述我就很想玩了 那在Base Game裡面呢 你就是玩這個主遊戲的機制這樣子 但是 其實當初他們想要做的東西 並不只有這麼小一盒 他們把所有商業外的妥協 全部放在這個大盒子裡面了 Tiny Epic Arts 沒錯 在這一盒裡面呢 他叫做Campaign 也就是他把故事的東西 放到這個遊戲機制裡面 在這個Campaign裡面呢 玩家總共會玩三場遊戲 那他的故事是說 在這個Campaign的一開始呢 我們大家都是在一個 已經垂死的帝國裡面 然後擔任一些要職這樣子 那你的所作所為 你的勝利失敗 或是你在遊戲中做的一些決定 都會影響到這個帝國的故事 這帝國可能會因為你而重生 有可能會因為你而分崩離析 變成一個諸侯歌劇的世界這樣子 對 就是在座的四個人呢 我們就是會一起寫出一個 不一樣的故事 這個敘述其實在上一座 叫做Off也成立 但是呢大家都說 上一座Off呢 他的故事感比較重 但是遊戲性有稍嫌不足 但是Arc呢做出了一個 比較好的平衡 就在遊戲呢跟故事裡面呢 取出一個他覺得比較好的解 因為赤蹲無敵吧 赤蹲 你就不用怕 下次我們就可以說 欸我們來玩一個赤蹲遊戲 都半夜三點 我們來玩個赤蹲遊戲 然後大家想說 啊赤蹲遊戲可能就是20分鐘而已 你等我一下 請問一下我們的手排 是一個人這麼大一張 一張牌這麼大一張嗎 我就拿出這個 來赤蹲吧 八排 對 那總之呢 我非常非常期待 就是可以開這個campaign這樣 對 好 那這個還沒有開 所以我覺得今天我 主要是在開這個是不是 對重頭戲應該是這個 主遊戲不先讓大家看一下 裡面內容 要啊要啊我們先開主遊戲 好 那我們就來打開主遊戲吧 主遊戲的盒子其實非常小 我覺得應該 嗯應該就是root的那個 比root還小 比root還小 我覺得比root還小 嗯OK 好這些東西是用不到的 因為他都會變成 因為他都會變成 模型 高級的東西 回收掉回收掉 好的 說明書 啊這個我覺得好可愛喔 嗯 確實這個 繪師的 他的風格真的很喜歡 好 我們打開他遊戲的主板圖 哇 好是一個 比較寬一點的六折圖版 好美喔 哇今天我們攝影機抓的高度 可說是剛剛好啊 好那這就是遊戲的主板圖 那可以看到呢 他分成六個不同的這個星系 那玩家的飛機啊 就會在這上面 這個星系上面 就是移動 我覺得這邊可以稍微 想像成是像星石那樣子 就是玩家會建立自己的艦隊 那艦隊呢 會在地圖上移動 然後去打架這樣 好我們可以順便把模型拿出來 我聽到飛機我就受不了了 但是 飛機肯定在這裡吧 欸 喔對不起 這個其實是 我先給大家看原本附的 這樣大家才有對比感 好 這個是木製的飛機 你知道我戰艦大和號嗎 沒錯 大家的飛機都長一樣 這是原本的飛機 就是有點像那個血戰的那個船艦這樣子 好 那給大家看 金屬的飛機 哇 升級之後是長這樣子的 好 OK 好 那這遊戲的token呢 其實就只有兩種 一種是你的船艦 船艦代表你的戰力嗎 那第二種呢 是我們除了要搞戰鬥之外 我們還要搞政治 對 政治是指說我派出我的 這個叫什麼 宮廷使者 然後到這個宮廷裡面去拿卡片 這樣子 去拿卡片 拿卡片也就代表說你可能找一些你的 這個外援 你的代理人來幫助你獲得勝利 所以還有另一個是小人 太空人的感覺 對一個太空人的感覺 好那這邊呢 大家看到這個模型呢 大家應該覺得 嗯應該還不錯 但是我自己是覺得 有一個蠻失望的點是 他是自喜過的 蛤 是自喜所以很失望 他是自喜過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上面有一些這個刻痕 裡面都黑黑的這樣子 你反而覺得不喜歡 嗯我覺得這個是個人喜好啦 有些人喜歡自喜 但是有些人不喜歡 然後他在keystarter上面的頁面是 他放的照片是沒有自喜過的 所以我打開來的時候 我會覺得啊 髒髒的 被陰了 就覺得好像整包掉進泥巴裡面一樣 這或許就是你買到的原因 賣的人也不喜歡 但是我還是覺得還不錯啦 OK 通常自喜都要加個50塊 你都美金嗎 對啊 真的假的 可是自喜不就是把它倒進去而已 這就跟牛仔褲一樣 就是你要有型一點的 不是有型一點的 比較貴 那我可能是喜歡 純色牛仔褲的人 好 那這是主板圖 那這是模型 那剩下的東西呢 他會是一堆骰子 特製骰子 特製骰子 好 ARK的戰鬥系統 有一個我覺得 滿有趣的地方是 當你今天跟另一個艦隊 纏在一起 你要戰鬥的時候呢 你是可以選擇你的戰鬥模式的 什麼意思 就像你今天我遇到了高爾艦隊 那我今天就可以選擇 我要猛攻他 所以我就用紅色骰子 猛攻的意思是指 我比較容易見面他 但是我有可能受傷 或是我要保守的攻擊 那我就拿藍色的骰子 那第三種是 我可以選擇 妙手空空 我可以選擇 劫略高爾的艦隊 那我就會用橘色骰子 所以他的戰鬥 並不是單純的比戰力 而是說 在你遇到艦隊的時候 你必須根據自己當下 想要什麼 那你去做你想要的選擇 這樣子 很酷耶 這個是我覺得 滿期待他的戰鬥系統 好 最後呢是卡片 好 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遊戲的卡片呢 就是剛剛說的 太可愛了吧 宮廷的成分 就是你可以抓一些 你的協力者這樣子 例如說這一位 銀河銀遊詩人 明明就是Cookie Monster 對 我一開始跟他說 我也想說 這根本就是餅乾怪獸這樣 他可能會一邊喊 Cookie Oh and a chocolate chip cookie chocolate chip cookie important to me too 星際與餅乾怪獸 沒錯 他每一張卡片呢 都是一個 完全不一樣的種族 那真的好可愛喔 對 那 這個 是蠔蟲人這樣 對 還有人類 反正就是 我覺得他的卡片 畫得非常有趣 就是 他為了完全體現出 這個 星際是很浩大的這件事情 他把每一張卡片 都畫成是一個 獨一無二種族 所以我覺得在這邊 可以看到 美術的一個 就是想像力 對 我覺得很有趣 那再來這一疊卡片呢 他看起來 比較平凡無奇 他這個其實就是 痴蹲用的 對 本體 遊戲本體 遊戲本體 對 他就是痴蹲卡 那 他在這遊戲的行動呢 一般的 一般的美式遊戲通常都是輪到你的時候 你可能就是什麼 五選一 三選一這樣子 但我覺得這遊戲的行動 很有趣的是 今天 我們 跟打橋牌一樣 會有一個人打 就是 Lead Car 會有一個人打第一張牌 然後剩下來的人呢 你就可以選擇 要不要跟色 對 那如果你跟色的話 你就可以跟著做行動 那不跟色的話 就有 比較差一點的行動可以選這樣 所以你會依據你手上拿到的卡片 來決定 來規劃你的行動 要怎麼打 這是好的嗎 其實我因為我現在還沒玩過 我沒有辦法做判斷 因為他肯定會影響到你的一些策略 對 但是我覺得把 痴蹲這個機制融進這種 戰鬥遊戲裡面 我覺得非常有趣 嗯 讚 對 最後一個東西是 比較長的這個卡片 這是Leader 就是玩家特色卡 玩家角色卡 對 那他也一樣就是化成 就是不同的種族這樣子 對 很可愛 好漂亮喔 好喜歡 這個是封面人物 宇宙漫魚 宇宙場景怪 是不是 是日本年糕我看出來了 喔 因為上面嬌嬌的 對年糕怪 沒錯 Redhood 這個好可愛 Redhood 這是腦筋集團 會出現的那一隻吧 怒怒 好 他跟ORF是同一個美術 那ORF是走一個奇幻風格 對 那這個ARK他是走科幻風格 我覺得在科幻風格上 他的呈現 非常到位 我覺得更厲害了 沒錯 沒錯 好 這個是角色卡的部分 好 這個會是 隨著這個幾個作品下來 他也不斷的在升級啊 沒錯 好 那以上就是這個 ARK的本體的一些配件 好 那 接下來呢 我們要來重頭戲了 就是 內盒 我們剛剛看到這個 還不是剛剛最大的內盒的內容 沒錯 這個就是本體遊戲的部分 好 所以 再講一次ARK這遊戲呢 它 是一個 太空割據 的一個戰鬥遊戲 那主要呢 它是用 吃蹲的機制去決定你要執行的動作 那 在這個 星際的版圖上面呢 玩家會 避免自己的堡壘 跟自己的船艦 那戰鬥的時候呢 你就可以用 根據你的策略 選擇不同的骰子 嗯 那去跟敵方戰鬥 然後獲得分數這樣子 桌上這一團 好 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來開這個 主遊戲一點關係都沒有的東西 呃 對 我們要來開campaign了 好 那campaign呢 還沒有開過 我們需要美工刀 欸 我覺得我剪不出來 我覺得我剪不出來 不要再增加我剪片的難度了 哈哈哈 好 我們現在就來開這個 ARC的擴充 搞了 ASMR 怎麼那麼黏 好 不留底魔人 開箱 一路眼簾的技能是 巧克力放巧克力的凹槽 沒錯 比利時巧克力 這個 感覺是存檔用的啦 哈哈 其實我還沒看過 所以我不知道那是什麼 好 第二層 是巧克力本人 好欸 好 會不會是本體可以收進來 有可能喔 你就不用帶著恩和一起走 好 campaign的說明書 說明書的部分 哇 他的campaign是你有研究啊 我只稍微知道一點點而已 好欸 各種關卡 對 沒有延續性的啦 呃 故事是延續的 然後 機制會在中間不斷的加進來這樣 但是我看的review是說 他玩過Best Game 然後再去玩campaign 然後結果他被那個規則 嘭 就是 規則太多了 對他覺得一下子太 太衝擊這樣 對 所以其實不需要同一群人一起玩 如果是同一個campaign的話 應該還是建議會同一群人一起玩 因為你們一起寫了一個故事 但如果中間有人離開的話 他可能就有點像 影集第二季才加入的角色 OK 的感覺 好 然後 他會有就是 個人成長累積的部分嗎 對應該是會有個人成長累積的部分 會延續到下一場遊戲去這樣 Token 哇 請問大家在遇到這個東西的時候 你們是會把它撕開的嗎 會 好 啊 好不舒服喔 我們看到的是 他上面的一些Token 那旁邊的這些 小圓片 感覺像是一些角色嗎 因為有什麼 財務官啊 Founder啊 還有一些 黨員 一些不同的角色這樣 還有 海軍上將 哇 這個 期待冠靈拍 限動之類的 讓大家理解這個 對最後是怎麼被使用的這樣 看起來很酷 好 然後還有更多的這個 啊 我知道了 這個木製Token 嗯 他是一個 很像城堡的東西 對 椅子尼城堡 對 那這個東西其實 剛剛在那個金屬Token裡面有附 對 他就是有人 有船 然後又有這個城堡 因為我當初在看 那個基本遊戲的規則的時候 我想說 好像沒有城堡這個東西啊 但看起來就是 只有在Campaign才會用到這樣 好 所以他在賣那個模型的時候 他就有把Campaign 也算進去了這樣 好 那再來呢 在這個 遊戲主板的右側呢 他這邊就放了很多的Trade 就感覺是 讓你在遊玩的時候 你可以再把它拿出來 使用的 雖然我們已經有IKEA的高級 高級Trade 但我覺得這個東西 這好漂亮喔 這東西其實 應該有點像是 我們上次在玩那個 ISS Vanguard一樣 他可能這個顏色是 他有意義的 不是小色一個人一個啊 有可能 但有可能是他 就是不同的部門在用的 好喜歡這個配色喔 TIFFANY 紅色金色白色這樣 這就是我的配色 是嗎 好 好 最後呢 又是一個Trade 但是我看到一個 蠻特別的東西 然後出來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什麼 我會不會爆雷啊 這是什麼 我知道 就是以前那個 有個竹子做的 然後你翻一根子 他就在掉下來那個東西 什麼東西 童腕啊 就是會有不同臉譜 然後就啪啪啪啪啪啪 然後他就會 就是自己翻面 是吧 感覺是 他有點像索風琴的感覺 不知道 感覺是可以把牌塞進去的 好 冠廷後來跟我們解答 這樣子 好 然後在這邊 這一個應該就是 Campaign Log 就是你們在玩的時候 會遇到的一些事情這樣 他的Campaign Log 其實是蠻小的 然後沒有太多的資訊 所以他很多的資訊 可能都是寫在卡片上面 然後這邊也有更多的角色卡 我不知道角色卡 可能是會 依照Campaign而開的嗎 還是之類的 合理吧 要有吧 然後再來呢 在這個中間的部分呢 這邊就是各種的卡片 好 那麼就 故事卡之類的 對拿起來看一下 他們沒有防雷警告嗎 看一下有沒有能開的 每一個都是叉叉驚啪啪 好像沒有特別有防雷警告 但 因為現在開了我可能也不知道 這個卡片是做什麼用的 只知道他會在不同的Campaign裡面出現這樣 但遊戲的盒子的背面呢 他有提到說 這遊戲有24種不同的設置方式 意思應該是指說 有點像是那種遊戲種子碼的感覺 就是你每一次玩的時候 他的setting都可能會是不一樣的那樣子 對所以你在玩 每一次Campaign應該會帶來不同的體驗 好 那我們再開一包卡片來看看 看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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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超有障礙的 好 這是Campaign的卡片 那這個東西是跟 基本遊戲 一樣的 配置 所以他應該是可以加進去玩的 酷啊 那這個是我們剛剛提到的協力者 就是玩家可以拿到 然後可以有特殊功能的卡片 這樣 對 他可以改變一些遊戲的規則 美術真的很漂亮 喔 各種Monopoly 可以看到他其實加入了一些規則 那他加入規則的方式 我覺得跟 Legacy的遊戲有點像 就他用卡片的東西告訴你說 接下來這些配件他會怎麼樣去執行 怎麼樣去加入遊戲裡面這樣 然後我們看到這邊有寫 呃 ACT2 他是第二幕的意思 那這遊戲 我覺得他可能是因為他想要做成太空格局吧 所以他把Campaign的名字命名成第一幕 第二幕第三幕 跟 就是那叫什麼 最後一幕那個 對就是結尾這樣 對 那遊戲的方式是這樣進行 我看他Campaign好像是玩三場 算一個Campaign 對三場是一個Campaign 然後每一場結束的時候 大家可能會新增一些規則 嗯 你剛剛拿的像手風琴的就是小規則書的概念 喔 OK 所以是規則會放到手風琴上面這樣 Yes 喔OK OK 就是一個提醒就是 十屆啦 那個十屆會一個一個加 然後大家說 這個第幾屆拿來看一下這樣子 嗯 所以因為我們一般看到 會擴充規則他可能會 就是貼紙貼在說明書上嘛 嗯 這遊戲他可能為了你要重玩性 或是你每一次Campaign的體驗不一樣的話 那他就會用這種模組化的方式 把卡片變成一個可 就是 可拆卸式 對 可拆卸式的規則 規則書的概念 嗯 我覺得他的一些理念其實跟Alf有點像 嗯 他就是想要讓你 他並不是一個破壞性的legacy遊戲 你可以不斷持續的去玩他 而且他希望你可以持續玩他 因為他覺得你每次玩起來的感覺都會不太一樣 嗯 例如說我們在玩Pandemic Collective 1的時候 其實每次玩起來他的故事劇情是非常強制的 嗯 對每次玩起來故事的主線大概就是那樣子 但在這遊戲裡面他希望能夠 希望能夠創造盡可能不一樣的一個世界觀這樣 嗯 對所以 呃我看到的review是說 他跟他的朋友 呃同時玩了一場在不同團 但他們看到的那個世界觀是很不一樣的 嗯 所以在這遊戲裡面呢我很期待他會怎麼樣去 進行 我們之前其實跟英文玩過一次Off 嗯 我很著迷於Off在就是 創造那種世界觀更替的感覺 例如說 他在第一紀元是一座山 那第二紀元他可能變成一個 呃有神進駐的山啊 或是他因為他迷雾繞 所以被什麼種族當成神奇來崇拜 嗯 就是你可以感受到世界有在 文明文化的進程 對有在進展 而且他的進展的時間軸是非常的劇烈的 幅度很大 他可能是幾百年幾百年在更迭這樣 王國有興起然後王國有崩裂這樣子 對那我也會希望說 欸如果有機會的話可以在Arc裡面 就是感受到這種氛圍這樣 對 Off的那個世界觀雖然很好玩 但他的機制 我就覺得好像沒有這麼有趣 遊戲性沒有到這麼優秀 對對那這遊戲的話我希望他可以做到一個好的平衡 就像 SUSD說的 我想做的所有事情 加上吃蹲 對完美 沒錯那如果你想要知道關於這遊戲的更多細節的話 SUSD這個頻道做了兩支影片 各40分鐘來講這遊戲 沒錯 那我們之後應該也會拍一支影片來講這遊戲 好那我們今天的開箱呢 就先開到這邊 敬請期待 你全開完了沒有剩下的 對就這樣子 就是一個主遊戲然後跟一個campaign這樣子 對 好那如果大家有想要知道更多的細節 可以在下面問我們 好 這就是Arc的擴充 The Blighted Reach Expansion 好 那我們來收一下東西吧 不要再增加我剪接難度 我覺得我剪不出來 等一下就會說我花了20分鐘剪片 但是我花了80分鐘再對這個拍手 好 感謝看到現在的你 開箱結束了 那要期待冠婷接下來在製作 關於這個遊戲更深入的一些影片 好 或許會有吧 應該會有 如果我喜歡的話 如果不喜歡的話 你就會在桌遊跳蚤市場看到 跳蚤市場見 好 那今天開箱到這邊 謝謝大家 掰掰 拜拜